今天关于大美人李嘉欣突然紧急送医的事件在外见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李嘉欣在社交网站上晒出近况并发文表示 48小时在家护病房捡回一命 并感谢医护人员和家人 还呼吁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等等 但对于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住院却直子为体 引来网友也是猜测纷纷 根据港媒爆料称这次生病除了与其先天心脏结构问题有关外 还与其长期节食运动等生活习惯有关 虽然外界议论纷纷 但李嘉欣的好心情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还在第二天晒出了家人送的鲜花 但对于一项身体健康 李嘉欣养尊处优的阔太太 在社交网站上分享的状态也保持得很好 从未提及过关于身体健康状况的问题 上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在一个月前参加全民造星 节目担任评委 对于其完全预兆却 病情严重到下并未通知书 也让网友百思不解 而根据港媒报道的消息 称李嘉欣是1月10日半夜因感到身体不适而入院 但当时医生检查后就因其血压含氧量太低 以达到必须入院抢救的地步 随后医生也透露称 李嘉欣的心脏肛肾等多个功能几乎停顿 病情严重到要下并未通知书的情况 而李嘉欣也差点成为植物人 就像他在社交网站上分享的那样 在加护病房仅回一命 而对于李嘉欣的身体状况 早前他曾在社交网站上分享近况来看 确实完全没体积 可见这次确实是突发状况 根据港媒的报道称 李嘉欣这次生病的主要原因 是和他先天心脏结构的问题有关 但外界有猜测可能也与其长期解释 运动的生活习惯也有不少关联 毕竟李嘉欣如今年过半百 但依旧维持着动灵美貌和好身材 都是因其高度自律 没想到却因此导致身体健康受损 根据港媒的相关报道称 有一届人士指出 外界疯狂传闻的这次突然发病和他长期结识 大量运动的生活习惯有关 加上他本身的体质也偏瘦 被指出可能是减肥过度导致体力不支 进而导致身体无法承受 从李嘉欣的社交网站上分享的日常来看 李嘉欣除了照顾自己的小家庭 照顾孩子之外 如今李嘉欣的工作也慢慢有所增加 从之前和余震搭档拍戏 到之后参加各种代言出活动 还有经常晒出自己运动的日常分享 而早前网友也在猜测 是因为儿子渐渐长大 李嘉欣又重新捡回事业心了 不过当时就有网友提醒过李嘉欣 毕竟如今51岁的年龄 还经常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甚至表情扭曲依旧努力做 而李嘉欣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好身材 可见即使成为好门阔太太 李嘉欣依旧没有放松自己的身材管理 难怪对于这次突发疾病 不少网友都猜测 其实因为结识 再加上大量运动导致的了 近日李嘉欣与丈夫许静亨 一同现身沙田马场 二人穿着正式 一路上都十分亲密 因为疫情的缘故 二人也乖乖的戴着口罩 一路上未曾摘下 在去往马场的途中 二人也是十指紧扣 而后李嘉欣又亲密的挽着许静亨的手臂 当然李嘉欣也精心化了妆容 为此次马场的比赛诸葳 此次去马场是因为许静亨名下的马 九宝加油打气 许静亨一直都有养马的习惯 当然不会错过如此的比赛 两夫妻共同观看 亲密的举动让人看着都感到甜蜜 年近50的李嘉欣 精神状态和身材都十分的好 红色西装十分衬托她的气质 就算戴着口罩 也可以看出她不俗的外表 根本不像是她真实年龄的样子 在马场中 二人还不时相谈微笑 看李嘉欣的眼睛都笑成了眯眯眼 可见这次出行令她十分开心 最终徐静亨的爱马在一级赛中 斩获了第四名的成绩 获得了57万赶币的奖金 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徐静亨与李嘉欣结婚之后 外界对这段豪门婚姻从未缺少过关注 一位是豪门子弟曾有过豪门联姻 一位是娱乐圈中的大美女 这二人的结合有争议也有童话感 婚后李嘉欣生下儿子 一家三口心腹圆满 李嘉欣和丈夫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二人通常都是十指紧扣 李嘉欣脸上也总是挂着幸福的微笑 迷人人都可以看见的甜蜜 结婚多年还能保持这份甜蜜感 一同出席活动 陪着对方做喜欢的事情 李嘉欣能够拥有动灵美貌 爱情或许是她最好的保养品 今日昔日著名港星李嘉欣 在社交网站上晒出最新动态 李嘉欣一家三口趁着新年假期 一起外出滑雪度假 除了大方的晒出了甜蜜的全家福外 李嘉欣还配文表示 Fast Trapping 2020 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 希望所有人健康平安 在这满是灾难的新年里 李嘉欣的问候和祝福真是添上了一丝暖意 从照片中除了李嘉欣自己晒出的自拍外 还有她与丈夫许健亨以及八岁儿子许健同的合影 只见身材高挑的许健同依靠在爸妈的身前 还不到十岁的年纪就已经个头猛窜 身高是直逼父母啊 而戴上滑雪头盔的三人笑得十分开心 氛围也很是温馨有爱 2009年李嘉欣与香港富商许健亨成婚 后在2011年2月产下一男婴 也就是许健同 而作为富豪许健亨和影视明星李嘉欣的儿子 许健同也是颇受父母的疼爱 并且从小也被保护得很好 据悉许健同是娱乐圈第一个兔宝宝 出生时重六磅四 身高49厘米 父母为他取英文名为Jaden Max 一指上天赐予的礼物 而许健同这个名字是在他出生42天后取的中文名 而在李嘉欣晒出的另外一张单人照中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李嘉欣的皮肤状态和保养的程度都是非常到位的 并且如今年近五旬的李嘉欣 在镜头下还是素颜的状态 如此的条件下他的脸色还那么白皙红润且有光泽 这点真让人羡慕了 而图片中也能看出李嘉欣的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完美 也没有任何发福的迹象 果然岁月从不败美人 此外在另一张合照中 李嘉欣和老公许健亨一同出镜了 两人在镜头下都笑得十分开心 虽说单天的许健亨是戴着墨镜 但也能看到他的脸部依旧是很俊朗的 当然和一旁的妻子李嘉欣比较 许健亨在保养上肯定就欠缺了点 尤其是在镜头拉近时 可以看出李嘉欣的皮肤上没有一点毛孔 皮肤白皙细腻 甚至可以说不了解他的人 根本看不出其真实年龄 看来李嘉欣在保养方面 确实没少下功夫了 按照以往李嘉欣的风格来说 他是不会让儿子露正脸出镜的 但在这一次的游玩中 李嘉欣却罕见的晒出了儿子的正脸罩 这点还是很惊喜的 不难看出当时的许健同 正在学习滑雪技术 而作为滑雪常客的李嘉欣 终于有机会直到儿子了 于是他把手搭在儿子的肩膀上 在一旁直到 而此时我们也能看出许健同的脸型 和妈妈李嘉欣几乎一模一样 其实在此前 李嘉欣也曾晒出过儿子的真容 当时的许健同 身穿着黑白条纹的上衣 留着正态发型 正开心的捏着鼻子 用搞怪的声音在做模仿秀 从这张照片我们也能看出 许健同还真是遗传了妈妈的美毛基因 长相是很清秀 长大又将会是万千少女的青春啊 不可否认的是 作为港姐冠军出身的李嘉欣 曾经香港公认的大美人 除了在90年代的香港影视剧中 大放光彩外 李嘉欣还是为数不多的 在20多岁时便选择加入豪门的女星 李嘉欣的美是极富个人魅力的 中仆混血的她继承了东方美女的仙境 和西方女子的明朗 秀外会中的甜美形象 又使其成为了女性美的典范 与生俱来的冷而不傲 艳而不俗 气质更是让李嘉欣 被冠以东方珍珠的成语 这样一位曾经风华绝代的女星 吸引多年终究是成为了影视圈的一个遗憾 好啦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